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今为止还没有遇到搞不定的甲方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什么情况啊 说牡丹公司不跟我们合作呢 我们这个小公司也确实不容易啊 我们 先起来说话啊 起来说话 起来说话 这不是刚刚停场场的女孩吗 不是 怎么是你啊 我来找小罗总 你好 我就是小罗 小 小罗 小 小 小罗总好 你好 对不起 小罗总 她是八二川公的客服 刚才她想喝水 我就给她倒热水去了 没关系 你先去忙 好 那是八二的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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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瞅瞅 我瞅瞅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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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姑娘 你怎么这么快就怀上了 二叔 您不说我都没看见 怀孕了 您 您 您开玩笑呢 我这 我这是体质问题 一吃这肚子就大了 他们公司的伙食还挺好 对 不只是伙食好 我们实力也是有目共睹的 小罗总啊 那个 我们跟母的阿姨合作 都非常愉快 不知道您对我们是 哪里不满意 哪里都不满意 你看看您啊 居然想这种方式来 拨打通信 哪有点企业的成性啊 我们什么会跟你在合作 走走走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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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走啊 我怎么能说吃胖的呀 谁一下子就这么胖呀 我真的是脑子有问题 快摘了 整天用这种缺德办法 会遭报应的 说起来 说起来 您老庄好 走好 走 这么巧 小罗总 亲自来上厕所呢 是 刚刚停这事情 还得洗几 没事 没事 那都是我应该做的 如果您真要谢我们的话 就 再给我们爸儿一次计会 我们的广告方案 都是严格按照 贵公司给我们的要求做的 我们绝对没有偷懒 你说的这些我特别清楚 就是你们都很辛苦 不过你也知道 莱总他做的决定 确实很难更改 可 可您是小老总啊 是 如果是换做是我的话呀 我的第一选择 一定是以实力为优先的 不过你也知道 莱总他 我们似乎是更喜欢 跟自己的朋友合作 朋友之间吧 有来又往也很正常 可能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猜测 毕竟我刚刚回国 对国内的市场 了解不是很充分 而且我也没有什么特别 合适的那些拱拱合作商 算了 不跟你说这么多了 反正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 咱们之后有机会再合作 好 小罗总 您刚刚说赖总朋友的公司 我倒是知道一家 叫来家广告您知道吗 来家广告吗 可以啊 你们有点消息挺多呀 明白了 您放心 您要的证据包在我身上 一定帮您弄到 那就辛苦您了 嗯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这小罗总有点眼熟啊 这个来家广告肯定有问题 我跟了这个来家广告的王总三天 你猜我发现了什么 发现了什么 我发现这来家广告的王总 每天晚上都会去一家叫 野百合的私人会所 野百合 你猜我在这个野百合 又发现了什么 发现什么 我发现了 赖总 而且这个赖总和王总 两个人一起进去 然后半夜喝得醉醺出来 两个人好得就像连体婴儿一样 连体婴儿 那说明什么啊 这说明什么呢 你看啊 我们巴尔 那对牡丹是忠心恳恳 是 可是这个赖总 为什么就想跟我们解约 要把这个合约 签给这个来家广告呢 而且经过我的调查呀 这来家广告给牡丹公司的报价 可比给其他公司报价 多出整整分之二十 这里面猫你大了去了 董小夕啊 要不是你说我都不知道 奈叔竟然是这样的人 对呀 其实我也知道 我们巴尔呀 是个小公司 但是 这牡丹公司给我们的每一分钱 我们都是花在项目上 没有任何人吃回口 不管这个赖总 如何在牡丹公司一手折天 但是 我们的合同是跟楼啊一切 所以我们生是楼家的人 死是楼家的鬼 我们永远站在您这边 太感谢了董小姐 我是真没想到 世界上竟然有您这么好的乙方 感恩的心 可以可以可以 这样 这些资料我就先收下了 行 公司的蛀虫 一定要把它给收了 大恩不言信 回头有任何好事 我一定给你讲 巴尔太棒了 巴尔太棒了 等等 把包没拿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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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那我走了啊 好嘞 好 来 带走啊 拜拜 拜拜 谢谢啊 好吧 你乖 好 沙子 粉子 小娄总 我好不容易把你找到 赖总出回口证据 你 你还要给我们解约啊 你俩这个能动手尽量别吵吵 我先走了啊 再见 进门不敲门 你们巴尔正不守规矩 老板 开门 老板 开门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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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走 老板 老板 我跟你说 你不能待在这儿 他们呀 站住 原来是他 老板 糟了 他不会认出我来吧 董小姐 嗯 还没来得及跟您说谢谢呢 来 一边请 不用了 不用了 请 来 请坐 来 喝咖啡 董小姐 是 脖子不太舒服吗 是 我昨天睡觉的时候脖子落枕了 实在不好意思啊 小罗总 您 您见谅 没关系 我坐得离你近点 您坐对面就行 我这儿都好使 我来 看 职位 您是个人的 幸好 您是开心吗 铃叶 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小罗总 我们之前跟母谈公司合作 都非常愉快 怎么突然说解约就解约 您是不是对我们班 不太了解啊 你们之前做过的那些过往的案子 我都看过 什么新楼盘的营销啊 健身房 泡脚筒 还有一些七七八八 零零散散的 你们公司的营业范围还真是广泛 不过就目前来看 你们这些广告 基本上形式非常单一 内容也非常固化 不但没给广告主带来实际的利益增长 反而还会引起很多利益上的纠纷 不是 小罗总 那都是误会 都是误会 行 那就来说说你们给牡丹做的广告 广告的内容没什么新意 广告词没什么记忆点 这网络投放和点击量 几乎可以少到忽略不计 甚至我说不出来任何一点有点 相信我 我比你们了解的会更多威胁 那是因为董事长觉得 产品过硬才最重要 所以在给我们很少钱的情况下 我们做出广告 限制了我们的发挥 那听你的意思 是嫌我们给钱上了 是 是 是因为 是因为不妨直说 说不出来了 那我来听你说 是因为你们比不过其他的竞争公司 所以才会主动以低价 来吸引董事长跟你们签约 等到正式签约之后 再提出来增加投资成本 那你们就没有优势了 承认吧 你们没办法以低成本 来做出高质量的广告 这归根到底 还是你们自身的问题 是 您说得对 这确实是我们的问题 但我也相信在小罗总 您的指导下 我们会很快攻克这个难关 您只要给我们一点点时间 官话讨话一大堆 有这时间不如真正干点 有意义的时间 我不会再浪费时间了 我正式跟你八二解约 请回吧 甲方翻脸永远比翻书还快 当你没有利用价值 你就像粘在鞋底的孔香糖 陷我杀你 美女救英雄 英雄报恩的机会来了 小罗总 别怕 有我呢 你干什么 放开 罗总 你 你 我 老总 老总 醒醒 老总 老总 住院手续已经办理好了 您看还有什么需要我安排的吗 没什么事了 你先回去忙吧 好 那我先走了 帮我把床扭起来 好 我把床扭起来 行吗 可以 你打算把我送到哪儿啊 是不是直接把我送到太平街 你就满意了 不不不 您误会了 您的身体是公司进步的机室 没有您这公司根本转不动的 是 公司没了你 能撞得更好 你走 别赢了 你躺在这儿呢 我也有一定的责任的 我发誓我真的是想救您 我说那个赖走 不 那个老赖他怎么能这样呢 还好他被警察带走了 我这个人呀 就是眼睛里容不得一丝沙子 所以这事真的 生气你说是不是 那你说该怎么办 一样费我出 行 那你来 不 罗总 你 您这么大的总裁肯定都办保险了 这保险肯定都是全合赔付的 怎么能轮到我们这种小货公司赔呢 再说了 您看您高大 威猛 帅气 您根本不会跟我这样一个小姑娘 打住 我晕倒是因为我低血糖 跟你没任何关系 你要是再啰嗦 你们巴尔就再也别想跟我们合作 见好就收 见好就收 打住 那我先走了 小罗总再见 再见 不是我们没有能力 是甲方给的钱又少 要求又多 这改了一稿又一稿 那好想法全都改没了 然后这个总提完一件 那个总还要提一件 想法呢也都不同意 你说上我们怎么进行工作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 乙方跟甲方说 甲方要求太多给的钱少 这哥哥到底 不还是你们自己没能力吗 小罗总 我知道 您看不上我们这种小公司 也看不上我们这种 小人物的努力和艰辛 但是您一去没能力 就把我们全的努力 都抹杀掉了 这太不公平了 连一次机会都不给我们吗 机会 你能来见我 就已经是有机会了 但是你没真心 看来你还是不了解我 你说我看不起你们是小公司 看不起你们这些小人物 我最看不上的就是用这些 来讨好甲方 获得自己的效果 就算是公司的保险人员 我也不会看不起他们 因为他们是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地 在获得自己的机会 你不是想要机会吗 公司有保险 你干吗 干 我只是一个比方一个比喻 小罗总 只要能改变您对我们 八二的看法 我一定努力努力 再努力了 不是 我 您不是说 要给我们一个机会吗 我说要给你们机会了 那我得提个要求 没问题 我要搞这些话里胡上 没用的东西 有这些时间做点 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好 没问题 谢谢小罗总 我走了 董 董 董 小罗总 早上好 我已经开始工作了 谁让你自作主张 开始打工的 报告小罗总 今天早上 我就到后勤部报到了 这个呢 是赵阿姨安排给我的工作 你看这地 多亮 你看这台阶 一点灰尘都没有 这才符合我们牡丹公司 高端大气上脑次的气质 行 这还挺好 好 那小罗总 还有什么吩咐吗 我这个人 指哪儿 大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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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澡卫生 怎么是她呀 那我进来了 有人 不好意思啊 那我先走 小董 能不能帮我拿点纸 谢谢 是小娄总吗 小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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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叫娄总亲自上厕所呢 实在不好意思啊 也是怪我马虎 没有把这个纸呀 换好 您看您要多少够啊 给您 谢谢您啊 不谢不谢 这都是我 应该做的 我帮您打扫一下 我帮您打扫一下 暂时不需要 还是需要的 不不不不不 不着急 着急着急 我很勤奋的 不着急这会儿 我真的很认真着急 小娄总 可真是够狠的呀 我听说 开掉麦子 可是费了好大的劲 这叫什么呀 这叫什么呀 娄总好像没洗手 这叫什么呀 这叫什么呀 真的很下心来呀 一点情面都不留 公骨之神尚且如此 就咱们几个呀 还是夹着尾巴做人吧 小娄总可真是心狠手辣 辣手无情啊 上班的时候 我也想摸鱼啊 我想你个办法 每天上班 冬坑半小时 小娄总 公司有人说八卦 这很正常 你别放在心上 怎么只要一遇到你 就没好事了 还玩过吗 包纸的话 对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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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娄总 对不起 吃饭时间怎么不去吃饭的 我这不是 想说给大家营造一个 好的幼食环境呢 那看来还是不饿呀 那我现在吃吃鱼 不是这样 看来这份卡就不用给你了 有有有 不是 小楼总给的东西 我怎么能不要呢 是不是 虽然你是自愿来义务劳动 不过我们是一个人性化的公司 不会让自己的员工遏制的 谢谢 谢谢 还有啊 那些零食和饮料可以免费取用 工作时间补充一下能量非常有必要 毕竟我们是人性化的公司 是是是 小楼总是非常人性化的 知道就好 不 这还有酒呢 这上班还得喝酒啊 这公司可以啊 这什么味道的 上班时间还想喝酒啊 没有 我就是你拿来看看 而且您跟我说的让我补充能量 看来最近就蛮精致的 不吐我身上就行